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的牌 我是13岁的学永春 我和耶文中心的学生大概是19岁 出手不留情 禁止!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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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三岁,十二岁,另外一个周族又是水荣春,她就咪咪跟我,跟我妈妈讲,她说,哎,挺仔,我们要挺仔,就是小铁,挺仔,这个小孩子很玩皮,你们有时不应该他学一点功夫,找完给人家做事。 结果我妈妈就咪咪给我每一个月几个钱,给我咪咪学功夫。 大概在1968年,1968年那个时候有一次我看到空手道,在春美学院表演。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觉得,人家空手道又可以像大学了,我们中国的功夫真的叼脸了,小学又没有啊。 结果我说怎么办,我要从我出表演,我觉得我的永春全民不比他的空手道差啊,一表演以后,真的一大半讲我报名。 那我就一边读书,一边就当成永春教头。 对,我现在读书。 这个我从你出表演。 他踢你 然后你做这个 现在你愿意吗 走拍一两两点 因为喜欢水的高生 用成墙 最后次 单单凉三凉 小庭债不债啊 我是葉溫 他在不在 你找他跟我飲茶 所以我一天到晚 我在大學裡面就打電話回家 本宮有沒有找我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下午有些晚上陪他吃晚飯 那那兩年他叫我最重要的是湧村 不光是湧村 而且還是做人處事那套節目 幾十年以後再回想起來 葉溫中心對我要是真的很好 我每一個身體部員他都跟我一起 而且好像我結婚他也跟我 他也陪我一起 我開館他也陪我一起 我們主事還有一句訊話 他說發揚鋼帶違背主事 我就是違背主事了 所以不好意思 可是呢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湧村村是拿來實用的 我們不是拿來表演的 所以看到很多那個圖片 看我那個武館裡面 都是那些國家都邀請我去叫他們 特種部隊啊 特警隊啊 軍隊啊 因為拿來實用的嘛 這個才是湧村村 認真正的意見 包括我 中國人 其實很多人都對湧村 你真正的了解以後 你就對他發掛了一些感情 好像我很多老外的學生 他們拿香港都沒錢了 要儲錢 拿香港還是拿一頭半個月 他們跟我學一個月兩個月 他們就要儲錢了 所以這才是他們真正對榮春長的業情 其實很快 很快 教人家就教自己 我們不光要教他們的母師 還要教他們母德 教母師融化為聖國的教學 不要給人家欺負 可是你們就不要欺負人家 以何為貴 以德夫人為王 以武夫人為霸 對阿俠 他們有智慮的 只要永遠